看着百路深有成竹的样子应该是一个惊艳老道的人 你觉得现场的十家企业当中有哪家企业是符合你刚才所说的需求 这里面呢我可能对五八同城的这个印象会更深一些 你是哪一年出国的呀 我是09年出国的 其实我出国之前语言不是很好 所以09年到10年的时候我是现在韩国读了一年的语言 然后在10年到12年进入了这个韩国海洋大学 我在我们学校呢算是比较出名 也就是说我是我们学校两个比较能爱折腾的人吧 可以这么说 年二的时候呢我出去不断在找工作 我从事过的工作包括高尔夫球场的练习生 而不是练习生就是青草工吧 然后还有这个烤鸭烤鸡店的这个后厨 最后一份工作是就是在饭店 在釜山一个特别出名的冷面店 我当时在那里面干了一个月 那是可能我干过的最累的一份工作 所以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在韩国的学习成绩还是得到了我教授的认可 当时他对我的评价是你是我见过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韩国语说的最好的 那像你这样一个对生活有着明显的计划 有着自己非常个性化的风格和要求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或者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要说梦想嘛可能是比较远大一点的 其实我最终的梦想是想为中国在整个世界地位上的崛起做一些贡献 其实我想过很久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就我现在金融专业在科技上能往这方向走上的道路可能比较狭窄一点 从你的简历上看 其实你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怎么又回到贵州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在北京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17年应该是18年的时候 我当时在基金公司就觉得整个基金行业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我当时觉得可能整个经济环境 宏观环境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当时正赶上我夫人在怀孕期间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安家还是在立业前面 所以我想给我的夫人呢一个稳定的环境 让我的小孩呢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中成长 你离开北京的时候月薪是大概多少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月薪是40K 回到贵州之后呢 差不多四分之一吧 差不多这个样子 现在你又要回来了 其实我还没有完全的想好 因为当时我因为我先在四大行工作嘛 当时进行的时候我是面试的时候 我跟我的老总说 我说我在我在这个四大行是有一个三到五年的规划 我想在这几年首先把猪块考了 后面我想看看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嘛 我想看后面往精算式的这个方向上发展发展 你要求薪资多少 FashionK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哈喽百路 因为看到你我就感觉看到我自己 因为好多东西是跟我一样的 他他在韩国留学我也在韩国留学 他读的是贸易系我读的也是贸易系 人家说韩语大学老师教授肯定是最好的 你要不要跟人比一下 不衡当时就没信心了 真的很想听的 不衡我想听一下 爸 其实是韩国文的话我会更加緊张 我更加緊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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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忘了 韩国留学后 七年之后 我还没有在韩国留学 我还没有听到 但我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学生 我认为学生在学校的学生 百露你的确是留学生当中表现最好的韩语 我客观说一说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过韩语老师的 我第一句话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跟他对话其实我更紧张 我更紧张 对 但是客观的认为 我认为以一个韩语老师的标准来认为 我认为我的发音可能会更好 没觉得 我认为我的发音可能会更好 很久我来的时候 韩国读书的时候 七年 八年钟都得过 我想问一下你是topic四级是吧 那从级别上我更高 其实我只考到了四级 因为当时我的学校只需要四级 自己应该是入学 我觉得你比较流利 我觉得他就是结结巴巴的 因为我可能比较偏向于绘画吧 因为实际上做老师呢 和日常的绘画区别还是蛮大的 那像我的呢 因为可能打工的经历比较丰富吧 我可能跟这个韩国人的交流会比较多一些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还是你确实比他好一点点 是吗 我觉得更有优势 更有优势 所以他不很好是找一个台阶下的 这不是找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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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 你们都听不懂 说实话 你接下来把你对于这个选手优点的点评说完 你能不能用韩语把它说完 哇 就是韩式中文的话是 他有满满的信赖感给我 你刚才说的那个韩文 是什么意思 就是满满的硬硬的充足的 他在这个海外去学习的时候 能够迅速的突破语言 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能量去发挥出来 展现出他的这个风采 这一点倒是也和懂命的一些基本素质 是相吻合的 我觉得你整 刚才的表现 我觉得是具有探索的这种精神 但是到了这个年龄 你33岁 你其实要固定下来说 我到底在哪个方向上努力去钻研 做更多的冒险 我觉得是 但是你的实际行动 确实跟你的想法是完全是背离的 我在你的这个判断上面 我觉得是 你还是有些很多地方不确定 我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好学的人 而且他不呆板 高情商的最重要的表现 是让对方始终觉得他在掌控谈话 然后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和目标 这本书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 叫做幽默与沟通 因为这里面所使用的全是高情商的手法 让对方心甘情愿 舒服的愿意跟你达成一致 你就准确的反映对方情感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很明白 他一步一步的就会给你敞开心扉 觉得你尊重他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呢 因为只要你张口说话 就一定能用得上这本书里的技巧 包括我此刻就在用这本书里的技巧在沟通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帮助 我相信你们有点麻烦 我相信我们下个步骤 然后你将来点击缩 我离开 了 就是这本书里的技巧 如果我们下个步骤 我们下个步骤 看看我们下个步骤 我会给你一步的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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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步骤